尾巴衝突升高之際 由驅逐艦 護衛艦 還有綜合補給艦 組成的解放軍第四十四批護航編隊 現身中東 而且不只這三艘 隸屬解放軍北部戰區 第四十五批護航編隊 也有兩艘主力艦 外加一艘綜合補給艦 等於中國罕見六艘軍艦 同時出現中東 外媒稱中國 美國擔心以哈衝突 演變大戰 才派軍艦已被不實之需 跟美國兩支航空母艦 打擊群較勁意味濃厚 從地圖來看 福特號艾森豪號航母艦隊 分別在十月八號十四號 相繼前往地中海東岸 至於解放軍兩支編隊 則從另一個方向 部署亞丁灣 海軍第四十四批護航編隊 在向亞丁灣航渡途中 組織艦載直升機 展開海上跨昼夜 連續起降訓練 中國曾多次以軍艦執行撤僑任務 以哈戰爭緊鑼密鼓之際 中美軍艦位置引發關注 但其實一切是巧合 當地時間十月二號下午 海軍第四十四批 第四十五批護航編隊 在亞丁灣某海域 舉行分航儀式 早在今年六月 解放軍第四十四批護航編隊 就部署在亞丁灣 以哈衝突前 就有六艘中國軍艦在中東出現 還分別訪問阿曼科威特等國家 敏感時刻中美軍艦部署 不免被外界放大檢視 三立新聞 楊俊宗報導